人们的生活 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得已 把心硬下来 也许是为了三餐 能吃得更好 也许因为工作太忙 没办法照顾 等我一愁到租餐户的钱 我就把他们搬走 也许是为了做个好访客 如果他也能和他们一样 定下心来 也许他就会对自己说 我真的无能为力 可那样 他的猫舍就不会成为这个城市 温暖的地标 他也就不会发现 我们中的大多数 也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 保存着一颗柔软的心 好现代大额现金分期 有意义的想法 值得全情兑现